他是一个模仿天才 仅需要10秒就能恢复好一个模仿 节目组通过近距离观察后 发现每个颜色之间都有不同的标记 刚开始还以为是男孩坐地 原来男孩是一个盲人 所以在每个色块上都贴了盲文贴纸 以便于区分他们的颜色 店铺老板说 男孩的确是个盲人 模仿对于他来说难度很大 要想还原更是要付出很多努力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 发现男孩的记忆力非常惊人 他可以先确定每个颜色的位置 然后指挥一个工作人员去旋转模仿 最终完成还原 男孩说当他触摸模仿的时候 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虚拟的模仿 而这次他将十几个模仿的盲文贴纸去掉 然后通过工作人员告诉他颜色 从而拼出一个图案 那么他会成功吗 没块的功夫他就摆出了一行 接着图案形成 整个节目组都惊呆了 那么记忆力这么好的男孩 怎么会变成盲人的 原来男孩刚出生的时候 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 而在治疗过程中 他的双眼逐渐变得一片漆黑 完全看不见后他接触到了模仿 于是每天会寻找他的规律 并且强迫自己记下来 男孩说 凭借自己坚强的决心 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完成不了的 残疾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梦想 我们健全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我是小五 每天三个奇闻一事等你来看